来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五种方式 第五种方式呢 你可以看一下叫什么呢 口诀法 这是历历独步江湖 这么多年自创的一种记忆方式 叫口诀法 为什么会用口诀法呢 因为除何日当午 罕地何下土 我希望大家永远记住这个单词 而不是备案以后 我们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呢 被那些经常 被那些曾经败过的东西 这人才感到无比的绝望呢 是不是 好 那最主单词呢 你可以看一下 您认识这个词吗 叫做分 它表示什么呢 叫阿谀奉承 对不对 它也表示小鹿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小动物呢 没有保护能力 鳄鱼奉承八截大动物 所以叫分 somebody 八截某人 比如我看到老鱼 疯狂的惨媚他 分老鱼 是不是 要奉承八截 就这个词了 有人说老师 小动物都会奉承八截大动物吗 对的 小动物呢 大家知道 像小猫小狗特别的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呢 是没有保护能力 必须要散发可爱的息息 让你不来伤害我 对不对 如果呢 叫做我杀发一种彪悍气息 你自然会杀我 所以一个人呢 如果能够把对小猫小狗小老鼠 采取下手的行为 那说明呢 这个人呢 叫做内心极的邪恶 然而有些女孩子呢 就在人群之中 散发一种果线油脸的气息 是不是 那说明呢 它呢 是本身呢 叫没有保护能力 而莉莉王子一在 能看出来 莉莉浑身散发一种彪悍的气息 对不对 因为一直呢 都说我去保护别人 你知道为什么 莉莉是个少数民族 你们猜会什么民族的 不能瞎猜 我跟你说吧 我是个满族人 因为有些人乱猜 上次我在客场问 我说突然你们猜会什么民族的 有人说匈奴 有人说壮族 我根本就不知道 匈奴是什么民族 壮族 女才壮上族 我长得很壮也差不多 对不对 我是什么民族呢 叫满族人 满族的女人呢 都特别的彪悍 因为你看那单词长得很彪悍 叫满族人 其实后边人呢 吃无除 其没是个男 叫除掉做的男的 所以满族的女人呢 都特别的彪悍 因为女人天生就是牛人 因为你看NR是女人的缩写 对不对 当然它也是牛人的缩写 是吧 当然它也是男人的缩写 是不是 那它还是个鸟人的缩写 所以大家知道 是女人是牛人 是男人是鸟人 对不对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吧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记住呢 也说叫奉承八戒 对不对 好 第二单叫sboi 对不对 poi呢 表示什么呢 叫典当 我们说第八号当铺 只尽点击 不准点出 可以点到一个人的灵魂 叫poi 对不对 好 新名单词呢 叫做sboi 叫什么呢 残卵 对不对 那大家请看s呢 以后集中 进的s呢 就是叫弯弯曲曲恶心的蛇 有人说 为什么呢 因为s形是一条蛇 同时呢 裸奔的蛇 你还知道吗 有人说 什么叫裸奔的蛇呀 对不对 neck neck这个词 你就用哪个蛇 是穿衣服奔的 所以哪个字呢 叫neck的 叫裸奔 对不对 neck的叫裸奔 好 就是这个单词 所以呢 你看裸奔的蛇 对不对 例如它来背背这个单词 所以蛇 蛇是卵生的 当然也有胎生的 所以sboi呢 叫铲卵 而鱼卵是哪个字呢 叫肉 对不对 铲出一个个小肉肉 小鱼卵 对不对 叫sboi 这个词呢 叫做brown 它表示的是肌肉 看它翻译 brown 想不想不要呀 有人说 为什么不要呀 大家知道 女孩子是不要肌肉的 像有人跟我说 莉莉雅 你这个人呢 不是很胖 而是很壮 你还不如说我胖 为什么 胖女生特指壮 肌肉猛女 多恶心 对不对 谁的女生 不选要肌肉的 所以人肌肉发达的 怎么说呢 叫brown 加个y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brown叫什么呢 草坪 对不对 谁在其名呢 来到这片绿草坪 像很多人 到了美国以后 有一种打工的方式呢 是给人家草坪割草 对不对 一个小时呢 差不多是10美金到15美金那样 那么有人说 那很赚钱哦 每天割它几个小时 没可能的 那点草坪你来回割 就对一个小时搞定 对不对 你割了半天 把人家草坪都割出来 也不那么回事 我呢 看到微软一哥们 他是部门经理了 当时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你在北京工作 他说老师 他说那点 北京挺好的 就是草坪太多了 我说那能怎样 他说我说绿化不是好一点吗 他说我想到了 当年在美国割草的日子 回到外回到家里 读出鼻涕都绿色的 你看多可怜 对不对 Rona表示的是草坪 所以你看大家知道 为什么美国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同学 做事呢 都比别人要用功很多 认真很多 因为有句话 一个人在身陷决定的时候 他的手的钱呢 才会被激发出来 而你到美国这个地方 美国呢 人特别少 美国两亿人 而中国多少人呢 14亿人口 看到了 所以在美国呢 有人这样说话 叫美国呢 好山好水好寂寞 中国呢 好脏好乱好精彩 看到了 所以呢 在这一刻的话 美国人比较少 所以呢 他呢叫做 在家里边呢 叫做无聊 是不是 所以到回来 在美国呢 自己呢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面对 好脏 叫做好山好水好寂寞 同时呢 很多事情都需要去处理 这样的话 你又没人帮你 所以一个人身陷绝境的时候 他的潜能 才会被激发和释放出来 看到了 好 新一单叫什么呢 叫一样 叫做打哈欠 深懒腰 对不对 最后一单叫 叫多安 表示什么黎明 对不对 你看 谁开头 第一开头 黎明你们知道吧 就是那个举行脸的人 对不对 大脸眉眼方 好瞎说的好 那么早上起来叫黎明时分 对不对 这几单词呢 放到一起背 怎么背呢 穿成个小口诀 他们的结尾是一样的 那么这次这几单词呢 是我在逆序词表中 帮大家搜出来的 是我们所有的 八千单词中的 逆序单词 AWN系列 看到 F呢 想成谁呢 Phone 对不对 Phone呢 点当 好 那么S呢 小舌 B想成布 L想成来 Y想成Y在里 D想成到 对不对 好 你看我给大家编个小口诀 叫飞来的小鹿 你看 飞来的小鹿 怕点当 小舌在前财产卵 不要鸡肉 来草坪 打个哈欠 倒黎明 好 你们是不是回到童年时代呢 我们再来一遍 叫飞来的小鹿 叫做怕点当 飞来的小鹿怎么说 Phone 叫做 Phone 怕点当 怎么说 Phone 小舌在前财产卵 那个字 Spawn 对不对 不要鸡肉 不乱 来草坪 乱 打个哈欠 那个词 Y在哪里 对不对 倒黎明 乱 给我再来一遍 咱们在背的过程中 听到自己的声音 当你听到别的声音 是在学习 听到自己的声音 是在复习 而且每个人都很爱自己 在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愉悦感 来 跟我一起来 叫 飞来的小鹿 怕点当 小舌在前财产卵 不要鸡肉 来草坪 打个哈欠 倒黎明 对不对 对不对